第二十题,利宏会在冰岛旅行多日,需准备一些粮食及个人医药用品 以下四种包包款式,种种也相同 哪一款背起来,肩膀承受的压力最小? 肩膀承受的压力用的公式是P-F除以A 就是单位面积上所承受的正向力大小 假如我们的包包的重量都一样,那么表示我们的受力面积如果越大 承受压力就会越小 所以我们要有双肩背,那就有两个带子来承受我们的压力 同时呢,带子要比较宽,比较宽的话面积比较大 我们承受压力就会比较小 所以呢,第二十题问我们说哪一款背起来肩膀承受的压力最小? 我们答案选的是C,背带比较宽的双肩背